2019年3月,徐曉冬因多次向武圣翼龍發起挑戰畏果 於是與前日本K1MAX的日本代表戰冠軍 長島熊羽狼簽約戰鬥 最後TKO長島獲得勝利 而長島熊羽狼早期戰績相當不錯 擊敗多位日本名將 其中最著名的一戰就是KO日本知名的MMM選手青木真野 2015年,翼龍與長島熊羽狼展開了復仇戰 雖然被長島擊倒一次,但最後打成平手 也讓翼龍爭了點當年的面子回來 為什麼說是復仇戰呢? 這必須說到2014年9月 長島熊羽狼與翼龍展開了第一次的戰鬥 兩回合就被TKO輸掉比賽 而翼龍本身是被塑造成民族英雄嘛 是不允許在格鬥擂台上被打得那麼難看 而且對手還是日本人 據說武林風趕緊付了大筆的風口費塞給長島 不能讓當時的影像流出 而長島也是相當熟悉用,可能金額真的相當大 所以在任何網站上都找不到 我也試圖在各大網站尋找 確實一絲絲影像都沒有發現 長島其實在2011年後 實力就明顯成些下坡 接連輸掉比賽 2014年KO翼龍後就再也沒有贏過 而今天我要帶你們回顧 這位翼龍最害怕的男人 長島熊羽狼大戰武生翼龍 武林風的二番戰 神船調查兵團服裝的長島 帥氣了登場 而翼龍乘著黃袍打了些動作 在登上擂台 一次次激戰過後 我終於找到了自我 繼承武術傳統 吸收搏擊技巧 我要在全世界展示自己 讓更多的人愛上武術 離上中國 只有這樣堅持下去 才能達到競技武術的最高精進 推廣中國功夫 認重而道遠 這條路我會繼續走下去 我是行者 我是翼龍 比賽開始 翼龍防禦狀態壓進去 第一扫跑到初音未來 比賽重新開始 翼龍相當積極使用高踢後蹲腿 翼龍還是相當保守 一個高踢擊中翼龍 兩人換圈 翼龍採用不斷移動的方式 不讓翼龍好抓距離 一個反擊拳打到長島 翼龍順勢進攻想擊倒獲勝 長島抗擊打也是相當高的 頑強的抵抗 但翼龍一個大翼被長島擊倒 第一局結束了 第二局開始 長島轉為主動進攻 被向到翼龍沒倒下 反而是長島被毒秒 原來是每一股小到流血 簡單處理好又繼續比賽 長島試圖拉遠距離做打擊 不過翼龍這次選擇的戰術是正確的 不斷靠近 壓縮長島的空間使威力減弱 兩人就像七龍珠一樣 紛紛近距離換圈 誰也不肯倒下 相當精彩 第二局也結束了 最後一局兩人再度近距離交鋒 不過整體看下來翼龍略占優勢 兩人的體力也快到極限 剩最後不到一分鐘持續輸出 看得出來翼龍相當看重這場比賽 拼命地想擊倒長島 好讓大家遺忘他一番戰被TKO的事 但我是絕對不會忘記的阿龍 比賽結束 最後判決 平局 兩人平手 主持人表示因為直播的關係 所以不加賽 其實整體而言 我認為翼龍在這一場比賽 表現算是不錯 一番戰的屈辱 又讓他鳴記在心 昌导的抗擊打能力也是相當驚人 多次遭到重擊 死都不倒下 繼續跟你換 可能是調查兵團有加持吧 不過提到調查兵團 最近巨人也終於結局了 最後結局 嗯 盧盧修表示 之後網路上一定有一堆 惡搞盧盧修跟巨人的梗圖 如果兩部動漫都有看的朋友 應該聽著等我在說啥 這邊我就先不爆雷了 我怕被炮 好啦 今天的回顧到這邊 我是雨菲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剛才是長島有點走神啊 長島對這個頭部的防守 還是稍稍大意了一點 對對對 手放的很低 手放的很低 那剛才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中擊 有一個中擊 長島在最近一年中的比賽呢 戰績也不怎麼樣 呃 絕大多數都是在以 被附這場比賽為主的 所以他希望在中國 特別是在2015年呢 能找回自己的狀態